1.赵山河2000万收屠山童 新资料片在全服放出之后 引起了玩家们的练妖狂潮 大官员的福战老板赵山河 刚开始更是以2000万的价格 收野生的屠山童 真的是非常疯狂 他合出了很多不错的出奇不意 加出奇之胜胚子 只可惜全部都打废了 相信在他的疯狂练妖和打出之下 很快就会有全红的出奇不意 加出奇之胜宝宝诞生 2.沐总更新11段三法豹戒指 近日以水雪山沐总 更新了一个11段的三法豹戒指 接下来他的女拔木号 大概率会转成神木林 3.以水雪山两物理全部转为湿陀岭 在175天元组的PK当中 花果山这个门派渐渐没落 雪山郭无情的花果山号 已经转成了湿陀岭 团队将尝试全新的阵容和打法 值得一提的是 团队的大唐也转成了湿陀岭 这难道是雪山服战队 在酝酿自己的大招吗 4.5天的新区出现超级昆藤 1月18日 开区一共才5天时间的 大唐官府服务器 居然有玩家兑换了一支超级昆藤 不得不说 新区老板的财力 真的是非常强大 5.匿名玩家为师托岭争光 《武神坛之战》在改版之后 进一步提升了服战玩家的荣誉感 在周二维护之后的师门任务中 玩家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师托里的师父大大王 居然表示 羽岛匿名玩家给自己争了光 与此同时 羽岛服战队其他号的师父 也都纷纷夸奖起了自己的得意弟子